农村的这个土地流转问题 应该来说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 之前有一个朋友专门给我留过言 很长 但是他谈到的只是宅基地的问题 而且他一直想搞清楚 这个流转对老百姓到底有没有好处 其实这个好处不好处的事很难说 因为他给了你机会 让你把农村的资源性资产货币化了 就原来这个东西 你继承了你又不想要 你又没办法盘活 那么他给了你一个机会 他让你变成货币资本 可以流动了 但是他对大多数生活在农村的人来说 带来的首先是恶症 你首先看到的是他 丈量了你的宅基地 那么一户人家原来有两处三处宅基地 无论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拿到手的 现在他只允许你保留 与户军 人口 像对应的 比如说一户 三个人 七个人 他给你一定的标准 超过了之后 他要跟你收钱了 要收税了 你感觉到意外 因为他这个德政 因为他告诉你的时候 都是德政 对你都是有好处的 那么你始终不知道 这个德政是怎么来的 所以你才会有这种疑惑 认为天上真有掉馅饼的事 其实他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会推出土地流转 我们第一次看到应该是习胖上台之前 那么有一个383改革方案 更多的大家知道的是 足笔人里面有一个叫刘鹤 他在中美贸易战期间 担任习胖的特使 名气非常大 他是国务院副总理 实际上383改革方案 是一份政治体制改革 配套经济改革的方案 它不仅仅是 农村土地流转的问题 它还有很多 需要大家消化的概念 但是很快就不提了 有人说啊 这跟党中央做的这个决议 相比肚子不大 实际上 土地流转这一块保留下来了 这几年 人们更多的听到的 就是关于宅基地 关于土地流转 从国家层面上来说 或者说 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这些人 制定 383改革方案 它的初衷是通过 农村的土地 可以流转 把农村资源性的资产 货币化 以希腊超发 可以说 土地流转是一个新的蓄水池 现在 外资 新进来的越来越少了 那么没有这些 源源不断的外资 就意味着地方政府的 财政性收入 没了 土地财政没了 没有更多的工业区的需要 原来作为一个二船手 从农民身上 争得土地 当然是低价的 对吧 然后再高价的 卖给这些外商 作为商业用地 工业用地 没有这个来源以后 房地产呢 那房地产也完了 对吧 因为你没有更多的工作机会 他就没有人口的净流入 没有净流入 到哪有房地产交易呢 你无论哪一个城市 没有新流入的人口 那原先的人都是随大马路上的吗 他都有家嘛 对吧 没有自己的房子 他也有租的房子嘛 他终归是有地方住的 没有更多的工业 工业进来 没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也就意味着没有更高的收入 那凭什么让他 人均 居住面积 要上台阶呢 那没有这个需求 那商业房地产就发展不起来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了 政府 开始搞 房地产税了 让你对 已经拥有的房产 在超过户籍类 人口指标 人均 占有多少 免税的 这个 房子面积以后 多余的 他让你交 房地产税 你还炒房 还用房子做投资 交钱嘛 然后你说 我把这个房地产税 转嫁给租户 那你 房地产税要是高了 家的房租商要是高了 人家就不住你房子了呀 消费降级嘛 住更便宜的房子 甚至 回家了 不在这干了 我挣的钱 还不够交房租呢 对吧 地方财政 不再能从土地财政中 混饭吃 因为这个很难 因为全中国的这个 各地区 如果没有土地财政的话 70%都破产了 那么大城市呢 大城市可以先搞试点 全国可能有30多个城市 要搞试点 搞这个 房地产税 然后全国推广 在推广的过程中 即便向下洗劫一番 那也是有限 因为中国有一半的人 居住在农村 农村的资产 怎么攀户 土地流转就来了 对吧 就这么个东西 它的目的是为了 挽救自己的政权 为了挽救自己的财政 而且它要把超发的货币 跟农村的土地流转 结合起来 把农村的资源货币化 不仅仅吸纳了超发 而且也稳定了货币 让货币折死了 而不再是跟美元对接了 这就意味着 它更多的是考虑到 自身货币的稳定性 这是一次 中共在房市有危险 股市盘子太小 无法在国际市场上 获得更多的资源 它必须要稳定自己的货币 它非常惧怕 货币没有了蓄水池以后 在国内的资本市场 横冲直撞 导致货币的崩盘 它的目的是这个 原先383改革方案 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切入点 它是两手抓 它考虑过最坏 但它主要还是考虑到最好 它要把农村的资源 货币化 来促进整个国家的循环 你现在看到了 对外的哄骗已经失效了 即便是拜登 也是不急不忙的 国际社会中 能够跟中共 达成什么样的协议 或者说在短期内能容忍到什么样的地步 这个很难说 所以它加速了土地流转 来帮助这个政权 稳定人民币 让大家 都跟人民币绑定着 让你感觉到货币是有用的 它原来的超发 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恐怖 但事实上大家都知道 人民币超发的时候 它有两个依据 第一个是 中国强劲的动力 经济向好 它认为超发一点问题不大 因为未来的预期 它先预支了 它认为 GDP一直可以 在8以上运行 第二个就是 超发的时候 大家都在宣传 人民币非常保值 因为中国拥有全世界 最多的外汇储备 哪个国家的储备 能跟中国比 中国手上抓着的 美元储备 接近四万亿了 现在呢 所以这一切都不存在了 土地流转 盘活农村资产 就成为它 稳定人民币的 唯一的方法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